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议长和毛利党则给予反对 然而国会现场出现了混乱的场面 法案通过一读之前 毛利党的哈纳起身撕毁了条约原则法案副本 并引领其他党员和公众席的听众大跳毛利哈卡战舞 因此国会陷入到中断 在哈卡战舞的过程当中 议长站了起来试图控制场面 最终议长宣布国会暂停 并将整个公众席的听众驱逐出去 议长后来说 这是严重扰乱秩序的行为 他罕见地点名哈纳 要求国会对她的行为进行评判 国会恢复之后 哈纳被勒令暂停议员身份24小时 并且这24小时不予受薪 此外 公党毛利事务的发言人 威利·杰克森也惹祸上身 他称呼行动党是骗子 并拒绝向行动党道歉 杰克森最后也被赶出了国会 对于条约原则法案 行动党的领导人戴维希莫表示 我的使命是赋予每个人权利 我听到了各种骂声 我听到了歇斯底里 我看到了哈卡五 但是我没有听到任何的论据 他说 在他担任国会议员的十年当中 从未见过议长 气到将整个公众席驱逐出去 他表示 这是议会史无前例的一天 根据新西兰医生工会表示 新西兰卫生部计划将饮料Milo 从员工的休息室当中移除的错误举动 最终可能会导致其多损失数百万有弊 新西兰卫生专员Levy 在听说卫生部辞举之后亲自干预 卫生部表示 这是该行业内更大范围削减成本的举措之一 Levy与代理首席执行官 在周三的下午发布了一项新指令 确保卫生部员工都能够继续喝上Milo 他在指令中写道 当我第一次得知 新西兰卫生部内有人提议 改用Milo的替代品以节省一些钱时 我立即阻止了这种提议 并向所有的员工发出通知 表示对于Milo将会保持现状 我从我们一线员工那里得知 他们特别喜欢Milo 所以我将会继续地为他们提供该饮料 专员指出 卫生部将会继续地为员工提供茶 咖啡 热巧克力 Milo和糖 住院医生协会的执行董事 Devora博士表示 听到专员介入这个层面 她有点惊讶 但确认卫生部的工作人员 对专员的这一举措感到宽慰 近日 愤怒的员工们 曾就卫生部最初的决定与她联系 该决定计划将为员工提供的糖 用这糖来替代 她表示 我不得不说 这件事确实惹恼了很多人 有护士与我联系 说我们现在不能够给病人提供太多的东西 但是如果他们在预约超远的门诊部 等了几个小时 至少我们可以继续为他们提供一杯Milo 可以说 因此受影响的不仅仅是临床的工作人员 Devora指出 热饮的供应实际上是很多医务人员 集体合同当中所规定的 她说 按照合同的规定 如果没有提供热饮 雇主就必须支付津贴 因此 如果这是一项节约成本的措施 那就完全没有意义 我计算了一下 如果取消这一项的规定 卫生部单单用于护士的补贴费用 就将会增加230万 尽管在过去一年当中 已经裁减了数千个公共服务岗位 但是未来还将会面临更大规模的裁员 而那些保住工作的员工表示 他们在应对繁重工作量时 已经感到筋疲力尽 年初 新西兰的财政部长Nicola Willis 提出了一项削减公共服务 年度开支15亿元的计划 要求所有的政府部门 确定解约措施 这一举措是在经济困难的背景之下出台 在2017到2023年 前工党政府将公共部门雇员的数量 增加了34% 近40个机构被指定了具体的削减目标 但政府的紧缩政策的影响范围 远不止于此 根据记者的统计 目前已经裁减或计划裁减的岗位 已经超过了7000个 10月时 RNZ向每个政府部门 王室实体等 询问是否进行了裁员 以及是否完成了重组 虽然威力为37个机构设定了具体的解约目标 但是已经有56个部门 因为预算减少而削减了员工数量 其中大约70%的部门 已经完成了裁员 新结构已经到位 裁员的员工也已离职 但是仍有一些部门将会继续的裁员 目前仍在对拟疫变动进行咨询的机构 包括教育部 商务创新与就业部 内政部 国防军以及卫生部等大型部门 这些调整可能会持续到明年 不过税务局则逆势增加了360名员工 相当于其员工总数的9% 税务局表示 这一计划增长只在确保我们能够满足 当前和未来的客户需求 并且支持政府的优先事项 我们还将会落实预算当中宣布的一系列的举措 包括额外的合规工作 基本节省 个人所得税门槛的调整 离岸赌博税 以及去年12月宣布的不动产持有年限测试 在一起极为罕见的法院裁决当中 代表新真寺恐习犯的律师获得了姓名保密权 这名枪手于2022年11月提交了上诉通知 针对其定罪和判刑提出异议 随后在次年只派了其辩护律师 辩护律师提出了姓名保密申请 但是该申请遭到了控方和媒体的反对 然而上诉法院批准了这一申请 认为公开律师姓名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不当的困扰 法院承认这一裁决的独特性 并且考虑了该决定可能产生的先例效应 法院表示 目前没有发现任何其他司法辖区有类似的案例 即因为担忧律师的身心安全 而给予现任律师永久性姓名的保密权 法院特别降调 不希望此案在未来的高调案件当中成为类似申请的先例 法院指出 这名枪手被判51项谋杀罪 40项的谋杀未遂罪 以及一项恐怖主义罪 该案件的独特性质 缓解了我们对于这一申请 可能会引发其他类似申请的担忧 这一名恐怖分子在认罪之后被判处终身监禁 且不得假释 根据11月14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 新西兰工党的支持率创下了17个月来的最高纪录 而国家党的支持率也有反弹 新西兰纳税者联盟发布的11月民调显示 国家党的支持率比10月份上升3.9个百分点 至38.8% 工党上升1.2个百分点 至31.5% 这表明国家党的支持率较上个月有所反弹 而工党的支持率则达到17个月来的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 新西兰绿党的支持率下降1.1个百分点 至9.3% 行动党下降1.2个百分点 至8.5% 新西兰优先党下降1.1个百分点 至6.5% 而毛利党下降0.5个百分点至2.5% 如果换算成国会席位数 则国家党较上次民调增加了4个席位 总数达到48个 而工党则增加1个席位 达到39个 另外 绿党减少了2个席位至11个 行动党减少1个席位至11个 优先党减少1个席位至8个 毛利党仍为6个 这意味着中右翼的总席位数较上次民调增加了2个 达到67个 中左翼则减少了1个 降至56个 民调显示 37.9%的受访者将生活成本列为他们最关心的三大问题之一 较上次民调上升1.4个百分点 其次是经济状况 卫生健康 治安 教育和条约原则法案 新西兰警方周五向奥克兰社区发布提醒 警惕有人出售假抽奖券和过期的加油卡 警方表示本月在奥克兰Holvik以及Pukikohe 接到了几起类似的骗局报案 有人谎称购买这些假的抽奖券和加油卡可以支持当地的体育俱乐部 警方读查Rakana表示 有人在街头随机向行人出售这些假冒的卡券或者进入到商家兜首 他们声称来自于当地的橄榄球俱乐部 但是出售的抽奖券是已经抽完的或者是假的 他说我们还收到一起报案 一名不法人员进入到Coco Bay地区的一个商家出售过期的打折燃油卡 这种卡加油站不会接受 他提醒市民 如果有人接近并且是出售这些假冒或者是已经使用过的抽奖券 为当地的体育俱乐部来筹款 社区应该保持警惕 我们知道人们支持本地的体育俱乐部 所以有人会上当 这让我们非常失望 他表示 尽管报案的数量很少 但是我们希望社区对此骗局保持警惕 以上新闻由东方为您编辑播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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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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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